近一段时间,随着秋季攻势逐渐乏力,再叠加上巴以冲突,让泽连斯基政权失去了部分西方援助。 十月底以来,乌军在多条战项上的进攻已全面停止,部分地区还面临俄军的反扑,比如在巴赫木特以南的克里西夫卡,乌军在秋季攻占的所有阵地几乎全部丢失, 俄军还夺取了几处新阵地,并取得了战术上的优势。 当然尽管乌军主力部队在俄乌战场上表现十分乏力,但这也不能表明乌军已经彻底失去了进攻能力。 相反乌克兰军队在一些重要战略焦点和局部地区,仍在发动颇有威胁的战术性攻势,但受限于弹药和后勤支援能力下降,乌军总参谋部取得前线进展的可能性已经不大。 例如在南荷尔松和蒂涅伯河左岸方向,强度过河的乌军海军陆战队得到炮兵支援。 在原额控区北部阎河地区的丘鲁平斯克、皮沙尼富卡、克林基一带,均有中等规模的军事活动。 有消息称,乌军南方突击集群势度打通,前往南荷尔松北部重镇辛卡或富卡的道路。 另外有俄军侦察部队发现,乌军在蒂涅伯河下游的克扎其拉吉里等地,有部分部队集结迹象。 不过就像我们之前总结的那样,乌军在南荷尔松地区的行动只具有政治意义。 由于乌军缺乏大规模渡核装备,乌军重型机械化部队无法强度蒂涅伯河,因此乌军主力不可能深入蒂涅伯河左岸,打击俄军赫尔松集群的防御纵身。 只是在蒂涅伯河下游河岸的城镇和无人杀州潜滩有所动作,主要的目的是牵制和干扰俄军的防御部署,并制造新闻话题。 出于低成本防守的策略,俄军只需用优势炮兵和航空兵对地突击,就能遏制乌军的骚扰企图,同时整个秋季都在激战的扎波罗热方向,倒是还有火星迸射,而且还不小, 乌军在库班以南的星普罗科皮肤卡、罗伯纪涅等地,夺取了几座高地和防守阵地,同时还挡住了俄军在罗伯纪涅以西的试探性进攻,不过乌军在维尔伯威方向,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。 前去侦查的乌军小股部队,虽有北约装甲车的支援,但还是被俄军逐个击退,在扎波罗热州和南德涅茨克州防区的结合部, 俄乌在弗洛达、大诺沃西尔卡一带虽然交火频繁,但主要是双方炮兵的来回较量,总体上这部分交火线相对平稳, 但是乌军在旧马约尔斯克的河谷地还是异常危险,俄军正在从普里尤特涅方向向北推进, 意图从侧翼高地群,威胁驻扎在河谷中的乌军基层部队,如果俄军收复普里尤特涅以北的高地群边缘,那么乌军将不得不从河谷地撤退。 当然这些战线还是开胃菜,对基辅当局和泽连斯基政权来说,最重要的决战还是在阿瓦迪夫卡攻防站。 自十月上旬开始至今,俄军在阿瓦迪夫卡南北两翼展开大规模突击战,两万俄军在乌军防区发动惨烈进攻,硬是撕开乌军防线,将包围圈窗口压缩到六千米至近。 在阿瓦迪夫卡南侧的高地永北攻势区,俄军为了炸毁乌军地下掩体群,甚至不惜向乌军阵地发射几十枚温压弹。 当温压弹在地下攻势和隧道内爆炸后,多数躲藏在地下掩体内的乌军被活活烧死。 当前这个包围圈上的焦点是城北的斯杰伯沃一带,这座小村是决定阿瓦迪夫卡最终归属的关键节点。 在11月10日俄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,俄军小谷部队曾多次发起试探性进攻,军被乌军击退。 大约在十月底前后,俄军在攻克城北的焦化长长北开阔地和扎土山后,随即对斯杰伯沃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进攻,至少有一两次打进了村。 但随后的消息显示,乌军趁俄军立足卫文发起重锋,又夺回了村子,但乌军注定不可能永远守住这个村子。 11月11日有乌克兰方面发布的视频表明,俄军再一次越过铁路线,进入四届波沃村,不过村庄内的废墟让俄军步兵的进攻举步为奸,同时还遭到乌军装甲车和无人机的阻击。 不过乌军没有公布这一战的结果,俄军一方公布的视频显示,乌军出动了鲍尔坦克和布拉德利部战车协同作战,至少一辆布拉德利被俄军击中。 对于这次战斗,其他俄方信员称俄军主力已经撤出了四届波沃,但成功在铁路线西侧挖出战壕建立防御阵地。 从俄军现在结印在打呆仗的特点判断,一旦俄军建立比较稳固的出发阵地,这一块区域在巡越之内,可能就会被俄军攻克。 这还是不严重的后果,四届波沃一旦守不住,乌克兰后方通往阿瓦迪夫卡的布基线就剩一条, 而且处于俄军炮兵观察哨和无人机的时刻监视下,乌军可能被迫改在夜间,为阿瓦迪夫卡乌军输送不及。 更严重的是,攻克斯杰波沃是俄军合拢包围圈的重要一步,至此将缺口缩小到六公里以下,能阻止俄军南北两线会时的乌军据点只剩下两三个。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,基辅声称已将城内的文职人员全部撤离,而爱沙尼亚情报部门经过研判认为,俄军会进一步加大对阿瓦迪夫卡的攻势,也不排除俄军将接管阿瓦迪夫卡的可能。 他们着重指出成功夺取阿瓦迪夫卡,会在顿涅茨克东部地区建立十公里宽的缓冲区,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次相当重大的胜利,所以俄军会进一步调遣部队参与围攻,拿下斯杰波沃、贝尔蒂奇、谢梅尼夫卡等据点,完全合为阿瓦迪夫卡,歼灭固守的乌军。 我认为爱沙尼亚人的判断还是太超前了,有威严耸听的嫌疑,目前真实的情况是乌军失去了对斯杰波沃的控制,但俄军也没有完全控制,所以这块区域现在应该算灰色地带。 即使俄军最终可以占领这个村子,在乌军顽强且不计损失的前提下,俄军也需要时间半个月,才能完全巩固这个重要的阵地。 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,有不确定来源的消息称,莫斯科要求今年年底前拿下阿瓦迪夫卡, 所以总参谋长格拉辛莫夫,第四次为阿瓦迪夫卡增兵,至少两个魔步旅,看起来这个消息有几分可信度,相应的。 在泽连斯基的强硬要求下,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也不得不继续增兵,第一总统旅和第31、47机步旅这些精锐,全部被填到这个无底洞里。 现在阿瓦迪夫卡有人觉得像巴赫木特,也有人觉得像利西昌斯科,但无论像哪个, 乌军的形势都嫌恶得多,既没有二三十个有战斗力的旅可以随时调遣,也没有西方不遗余力的支持,也许阿瓦迪夫卡一战过后,俄乌冲突的结局也差不多就注定了。 其实中东爆发新的战争后,乌克兰的处境愈发糟糕,美国政府本就迟迟无法获得新的原物资金,世人的注意力又被以色列吸引走了,这又导致欧洲开始犹豫, 欧洲不愿卷入中东的战争,但愿意利用中东牵制美国经历的时候,从乌克兰战争中抽身,现在都能看得出来,美国已经力不从心,难以同时支撑两场战争, 而以色列比乌克兰重要得多,那么乌克兰大概率会被美国放弃,欧洲也就没有必要自己往上凑了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泽连斯基的命运受到了高度关注。 据俄罗斯RT报道,乌克兰前总统助理索斯金表示,泽连斯基仍坚持认为应该在战场上取得胜利,他无法与俄罗斯和谈。 这导致一些西方支持者认为,他们需要其他人来代表基辅,乌克兰现任的领导层需要为此保持中立,意思是说泽连斯基政府的其他人保持中立,不要站在泽连斯基一边,方便西方把泽连斯基换掉。 索斯金指出,俄乌和谈不只是俄罗斯的想法,眼下在西方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声音,那么泽连斯基会被如何赶下台吗? 泽连斯基下台有两种场景,一种比较温和的,一种则是比较暴力的,温和的方式是,乌克兰即将进行大选,在大选的过程中,西方推出新的人选取代泽连斯基,二是像2014年的广场革命一样,强行把泽连斯基推翻。 美国做这种事情,已经是驾轻就熟,尤其是在乌克兰搞事情,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。